十年步断历练 让我从当年那个只有60多斤重的豆芽菜 成长了一颗能为一方百姓站岗守夜的大树 我叫焦云龙 是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的一名基层指控员 他们都叫我90后最帅消防员 今天来到武士演说家的舞台 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每一位奋战在一线的消防员都是最帅的 大家好 我叫焦云龙 好 那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现在您说 我们听 大家好 我叫焦云龙 是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的一名基层指挥员 谈起消防兵的工作职责 主要有三大类 灭火救援 抢险救灾 社会救助 这是我们消防兵的天职 套用一句话来说 灭火我们是最专业的 救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俗话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 其实我对于这句话呀 特别有感触 在一般人而言 60秒就等于一分钟 但对于我们消防兵来说 一分钟足足有60秒 不要小看这一分钟 这意味着大火可能会蔓延超过200米 高温会上升几百度 也就是说 我们消防兵的工作 是用时间来换生命 我们所经历的训练模式 估计很多人都难以想象 也无法承受 或许只有亲身体验过 才懂得什么叫做魔鬼训练 举个例子吧 像我身上这套防护装备 如果全部配齐 将重达60斤 五分钟训练所出的汗 就能够将它完全浸透 而这样高强度的训练 我们每天要至少进行九个小时 每个人手上的防护手套 上面布满了千双百孔 因为即使再结实了材质 两到三天就会被磨烂 连钢钉都扎不透的防护靴 最多一个月 就必须再换一双 这样的训练 我们一年四季 从来没有间断过 别人过日子论年 论月 论天 可我们消防兵的日子 永远都是论秒过的 我记得我新兵的时候 最烦的那个人是我的排长 最恨的 就是他那块从来都不离手的秒表 因为在训练场上 他永远要求我们快一秒 再快一秒 其实我们手磨破了 擦出了血 精疲力尽 甚至已经体力透支 他都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心思手软 我们的成绩在不断地提高 记录在不断地刷新 但怎么也超越不了那一秒 再快 他也不满意 逼得我真的是 做梦都想把那块表给他抢过来 摔碎了 跺一脚 当时啊 我特别地不理解 那一秒 怎么就那么重要 后来 在一场大火中 一位老人突然从背后 紧紧抓住我的手 他撕心裂肺地哭喊道 快快 快救救我孙子 他含在里面 当时大火和浓烟 已经将整栋楼包住了 可时间就是生命 我们迅速背上空呼 冲入活场 仔细搜寻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啊 找到了那个男孩 并把他抢了出来 孩子当时 整个人已经陷入了重度的昏迷中 小脸已经胀成了深紫色 呼吸和心跳都没有了 快救他 有呼吸吗 人工呼吸 心肺复苏 尽力催吐 我们跪在孩子身旁 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手段 突然 孩子的身体抽搐了一下 他挖的一声 从嘴里吐出了 躲在呼吸道内的烟尘 和黏液 你呼吸 你呼吸这个小孩 你这边坐 幼小的身体里 传出了微弱的心跳声 他活过来了 从冲进火场 到孩子复苏 短短不过三分钟 这三分钟里的每一秒 都像烙铁一样 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那一刻 我终于理解了 训练场上那一秒 它真正的含义 生命无价 人命关天 我们必须和时间赛跑 和死神较量 到今天 我当兵已经十个年头了 回想这十年 我收获的 不仅仅是 从火场中 生死攸关的难忘回忆 更多的意外惊喜 是无数次 为百姓排忧解难的瞬间 记得 在一次出警中 一名男子的手 卡在了门缝里 我们到达现场后 无论怎么劝说 他都不肯让我们进行破拆 生怕伤了他的手 直到后来 手肿了 没了知觉 才勉强同意 让我们试一试 几分钟 手出来了 安然无恙 通过聊天 我才知道 原来他是一名医生 是一名国内著名的 胸外科手术专家 每年不知有多少患者 等着他用这双手 去救命呢 事后啊 他特别不好意思地跟我说 他说 原本以为 你们当兵的比较糙 干不了什么精细活 但是没想到 你们干起精细活来啊 一点也不比我们差 我突然感觉到 我用了八年的时间 无数次拎着一个 重达几十斤重的五尺剧 在灯泡上面切钢丝的训练 太值了 有一次我因为身体不适 去医院 居然遇到了这位医生 他当时对我特别地热情 在我走的时候 还开玩笑地跟我说 这次旧与被橘色的互换 总算是还了您那份恩情 我想 这就是所谓的 爱的传递吧 每当深夜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躺在床上 我闭上眼睛 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很多画面 当我走进街道 进行宣讲时 原本对火灾不够重视的百姓 突然意识到 隐患就在身旁 他会主动走向前 向我询问相关的消防知识 当我从车后现场 将被救者抬出时 他紧紧攥着我的衣袖 连上救护车 都不愿意松开他的手 当我从阳台上 将轻声者劝下时 围观群众 目送我们离开 那敬佩的眼神 还有就是 当我从树上 救下一只流浪猫 猫咪拍拍屁股扭头就走了 那活蹦乱跳的背影啊 也会让我觉得欣慰 是的 这就是我坚守的原因 当无数次 百姓遇到的问题 被我们迎脸而解时 我常常在想 面对这样的成就感 和自豪感 无论让我付出什么 都值得 也许 我们不能像超人一样 无所不能 但我们一定会像超人一样 无所畏惧 我们每天在训练场上 不停地流血流汗 为的就是有一天 当您需要我们的时候 拨打电话119 我们会以一个勇者的身份 站在您的面前 坚定地对您说 有我在 别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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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警官 我特别想回应你 有你在 我不怕 消防这个警种 它是我们公安这个系统里边 很不多见的 以现役军人的身份 成为一个警种的 格外的要求纪律和牺牲 你面对这个火情的时候 那也许进去就出不来的 谁都知道 但是军人是没有条件好强的 一声令下 你就必须进去 但我们会觉得离我们很远 因为我们没有着过火 没有被火烧到过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对消防官兵 我们真的还远远没有 给予他们足够的敬意和尊重 和感谢 我们怎么感谢他 怎么尊敬他 都不过分 我特别同意文中兄的这个见解 为什么呢 我和消防接触很多 我自己的亲兄弟 我的哥哥 曾经当年就在消防中队 然后呢 他年轻的时候 比较帅的时候 跟你有点像 所以我对这个消防 是特别有感情的 我看过他们那个训练 太震撼了 我估计他那一句 有我在别怕 不知打动了多少芳心 那一刻 是吧 他们就是一座山 一道最厚实的依靠 其实利波老师 可能您刚才啊 谈到的是 您跟自己哥哥之间的 这份情感 对 他们消防员之间的 这种战友情 就如同是兄弟情一样 其实在我们消防部队 好多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可以说不是亲兄弟 胜似亲兄弟 刚才你在你的演讲当中 提到了一个人 是你的排长 对 当时我最恨的那个人 那今天呢 我们也把他的这位亲兄弟 他曾经的排长 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让我们有请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潘兆祥 我来自北京公安消防总队 开发局支队 据我所知 这个有一块这个描表 那描表还在吗 描表我带了呢 你还真带了 那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他还是完好的 还是那块吗 我现在看他还是特别的愤怒 还是那块 其实在我们消防部队呢 就是老兵带新兵 当时我是一名新同志 我可以说我所学的所有的业务 都是出自于我们排长 他们都得就是说 叫师父临近门 修行在个人 虽然说我是教了他 教了你很多东西 但是你在私底下付出的辛苦 你付出的努力 我都看在心里的 这是传帮带啊 他都平时有哪些努力 是您看在心里 是不是也觉得挺心疼的呀 有的时候 怎么说吧 我作为他一个哥哥 一个在中队来说 作为他一个领导 我不能表现出 对他的这个柔情 就在训练场当中 他们多流一滴汗 多流一滴泪 在火场上 在这个救援现场 他们就会少流一滴血 说实话 我骂过他 我还踹过他 所以我觉得今天 也特别感谢您 他当了指挥员之后 现在已经非常理解 当时您对他的严格了 所以在这也特别感谢您 感谢您来到现场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两位消防员之间的 这段生死之交 谢谢 也再次感谢 焦云龙警官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精彩的演说 他们在火场当中逆行 同时在城市的 每一次困难当中出现 这就是我们心目当中 当之无愧的英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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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garments �aldvoor责 網 Ox 请 怎么办 告 男反 男转眼 亲 编